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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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分享叫做《同大地歸來》 就是剛剛去了這個月後七遊的大地藝術製造同班中學生 這就是團體的帶領給我 這個project究竟我半天命的 為什麼呢 這個project是2015年第一次舉行 當時的《蘋果日報》也有報道 有些香港農夫在日本租了一塊錢 有些中學生 這是上一屆的團衣 上一屆的 2015年 他們在月後七遊有一個叫做《大地與我》的project 將藝術、農業和教育結合在一起 我當時沒有參加的 我當時在哪裡呢 我當時就在香港搞一個香港學社 我一二年 一三年 我就沒有做中學老師了 我覺得以大地為教室 就是很重要的 南船有三斤釘 教了十幾年書 儲了一點點接觸 不如人生都為夢想做一次 以龍田為教室 剛才阿菲徒和阿Vanchy都說 你都是吃的 但是那塊錢就差不多吃了我的職畜 到2015年 他們在日本的月後七遊大地的術祭 說著大地與我的時候 我差不多把我的職畜都給了土地 真的去到窮途活路 這段時間我現在看回 我是有一點點抑鬱症狀 覺得人生都不知道怎麼辦 就算了 或者要去再找一份工作 但是資歷又不承認 誰知道 其中一個叫做林志立的人 在2015年的10月打電話給我 他說 聽說你也有豐富的教學經驗 我說是 聽說你也沒有做 就去了弄了一個鄉土學社 就和那些學生一起學中的 我說也是 那怎麼辦 他說有沒有興趣一起去台灣 在遲上去看一個很基金的那個 那些什麼武道祭 我說好吧 那你請我去旅行我就去 這個旅行就影響了我 剛剛過去三年的經驗 原來他在美其鳴找我去看音樂 但原來跟他對著那六天五夜 他不斷和我做interview 就問你怎樣看大地 你怎樣看教育 你覺得教育和藝術有什麼關係 如果有一群學生 你有沒有信心 應該幾年有一群學生 你找到的 那就是講一下 就當朋友一樣 聊聊聊天 聊完之後 他說 我們2015年一完結之後 三年之後 之一八年 今年 就會再帶一群學生去 不過2015年的時候 這群學生 沒什麼在香港知道 大地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我們很想找一個人 去跟一群學生 跟足三年 就準備2015年的時候 是有一個比較豐富 踏實的知識 才去日本可以跟人交流 他說 香港會喜歡的人很多 有教學經驗很豐富的人也很多 但是兩樣東西都是有的 就有很多 那你有沒有興趣 那當然有反應 那所以呢 就開始了這個 就是鄉土文化體驗課程 他們去的地方就是這樣的 這個叫做 星 就是可思陀堅 那個字就是山上下 我叫做山卡拉 那 他們去的地方很漂亮 一個彭田的地方 但是香港呢 一五年 他們其實一六年回來 香港的鄉土就是這樣 就是從大地那裡 哇 日本月後七又 美得不得了 但是回來香港呢 就是我們不可以 只是想像那種很浪漫 我想種的就OK 這個是一六年 當年三月的時候 在馬士部拍的照片 那時候一邊我就在種東西 另一邊馬士部說是救命 因為行機要收地 就可以原子換地 那一邊我就在種田 另一邊就每一天 下午就要淚泥爆出去 然後就跟這些人 那些保安員在那裡 說一下 究竟你要做些什麼 那為什麼種田都不行 所以我覺得 從大地回到香港之後 你發覺山河有意 不只是 原來種東西 你在日本的時候 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你在香港人覺得 你種東西可能是在搞抗爭 你搞什麼呢 就是學生 或者我們香港的學生 他對於土地的想像 或者他面對土地的現實 他有沒有知道這種落差呢 那當時我就在大澳林村 租了大約一萬呎的地方 就是一葉盆莊 那James就說 你可以和學生有幾年的時間 去了解一下種東西 或者食物是什麼呢 那我當時就想一下 一萬呎 這裡就是一葉盆莊 那我想一下 那些學生來到 就是一塊農田為教室 都要做一些準備功夫 那自己去砌磚 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就把這塊田 一葉盆莊 就變成了教室 那我們都很清楚寫到農地融融 希望同學 就是大來到 從一五、一六年二月 到一八年八月 去日本之前 知道種田是一回什麼的事呢 那 那 在月後七有個地區 是很不同的 我都經常跟同學說 在那個地區 其實是很多田的 那些田多到是不得了 主要你肯去耕 不用錢的 有些人就可以一起耕 他們有半年的時間是積雪 積雪的時間 你就可以熬一下劇 積一下草鞋 醃一下東西 然後在家裡蹲一下 剷一下 那有半年的時間 你就狂喜歡 所以很多年輕人就走了 那 有個北村富朗的藝術家 他就說不行 那些年輕人這樣走了 那些土地沒有人理 於是他就由二千年開始 搞了一個藝術制 希望吸引年輕人回來 但是香港呢 其實反過來 就是越來越多年輕人 是想落田 但是現在是很多很多的糧田 是慢慢被發展 所以我覺得整個處境是不同的 在月後七 又可以用藝術方式 然後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就去那塊田那裡了 那麼在香港 我們又可以用什麼方式去介入 令到那些人對於土地 有另一種想像呢 就是自己 年輕人看著那塊地的時候 他不會只想著 流盤廣告啊 然後大約有四百五百或六百尺 然後可以用一輩子的時間 弄到這層樓就好了 反過來看著那塊地的時候 他有另一種想像 可不可以用一個方法 種到自己好吃的東西 剛才Benji和菲徒說的都說得很好 香港好像什麼都有 但是你找一種本地種出來 沒有農藥 沒有花肥 然後種的過程是跟其他生物 一起共生的東西 你找給我看啊 你找到的話就OK了 其實我們香港表面上很腐足 但是去到某一些位置 我們很匮乏 很匮乏 很有趣的 我們跟年輕人一起下去 就不是只問我想吃什麼 我們第一時間是觀察 究竟土地本身有什麼 我們經常都覺得種東西 但其實我沒想過一塊土地 一塊健康的土地 不是給學務員工人員那些 它本身有些東西出來了 在農莊那裡 旁邊有些荒地 有一天就看到印皮擦擦 走下去擦擦擦 我走過去 我問他你在擦什麼 我擦擦很害怕 好像想告他 他來侵吞 我就不是 我想跟你學幾隻 這樣 他擦了一袋 這些蕷 因為其實你放了地 它是一些先鋒植物 那些蕷我看到很多 我就好奇了 他不擦 我就問他 你擦不做什麼 他說很好吃的 拿來炒 我知道其實台灣也有炒 這些類似山蘇 或者蕷類的植物 我說炒 看完它之後 就拍了一張照 其實台灣有些類似 叫破溝菜蕷 所以其實我們對著一塊田 第一時間就不是問我們想吃什麼 而是一塊田本身有什麼出來 例如有蕷類的田 我們就會跟學生說 那裡本身 就是土地很肥肉 還有那裡的泥很靈 因為蕷對於泥的要求都很高 不是隨便會生出來 而且是一個比較陰 多與濕的地方 而臨村是一個谷地 咦 我們就想 如果既然土地已經有這類型的東西 我們可以種些什麼呢 我們不斷地跟植物 農作物觀察與互動 例如粟米 你看到他們這些不太大條 之後要種完大條 因為我們不斷地學習 例如粟米我們試過 然後就是六月左右 五月 我們試過五月落種 那落種就一路 大約一百日左右收成 誰知道中間 就打了五個八號 或者以上的八號款球 其實是去年而已 那再前一年 其實十月有一個叫海馬的風 就十月底才來的 那其實我們就算你說 喂 粟米粟米很強勁 我們這個是在台灣特意訂回來的 叫做華僧飛機一改 做的宋偉粟 我們特意種回來 我們找到一些最好的種子 我們都用對方法 但是如果在香港這個環境 我們計算過 最遲落種 你是四月初要落種 如果你四月初不落種的話 七月你不能夠收成 由七月中開始 八號風球的機率極多 但是今年我很害怕 因為今年暫時沒有 那為什麼呢 因為納秋 我就要落第一組 秋造的宋偉種子 而夏天它不打風 因為我特意四月就離開了 四月落最後一層的宋偉種 那就收到七月了 那七、八月不打風 我就很擔心了 因為我秋造下的話 它有可能十月會打過秋台 那這些其實全部都是 夏天不打風 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反而更害怕 應該打風的時間不打風 相反地就是不應該打風的秋天 很有機會會打風 這個就是觀察與活動 就是說種的時候 其實你不只是想著 我種什麼我自己喜歡吃 而究竟那天有什麼變化了 而那天的變化 跟我們所做的什麼關係呢 同學自己要去想 在下面 那我們一葉農莊 有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沒有水 沒有自來水 也都沒有電的 水全部用山水 那我們要挑選一切 在人力範圍之下 能夠種到的東西 那你看到呢 這裡 這個就不關事 最主要就是這裡 這個叫觀音山 那這些水呢 由大虎山落叫觀音山 就會流經臨川谷 然後就落到吐露黨 我們中間呢 就要用很多個方法 就要把水留住 因為水是一個很珍貴的資源 而香港政府呢 對於水呢 很簡單的 拉直它 鋪平它 那些水越快落海的話 就越少水壞 但是種田的東西呢 就反過來 其實這些的田 就像人的神一樣 我們將那些水留住的話呢 其實每一道水 經過森林 經過農田 經過河谷 先落到那個海呢 每一層 你都在養育著不同的生物 而那些生物呢 其實是有一些過濾的作用 那我們其中一樣 和同學做了一年 就是挖一個池出來 而這個池呢 就是用來蓄水 因為我們沒有自來水 我們不是扭開水或淋水 我們全部都是單水 那我們挖坑 挖一些水坑出來 挖一些池 就是在田的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些流動的水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地去灌溉 那這個都是我們同學一起去學 如何去透過設計 而令到你在人力範圍之下 都能夠處理到一萬呎的田 那其實泥土呢 本身就是生命的載體 我們跟同學一起去學 我們不斷地去強調 不是你想成什麼 而是一塊田本身 那些泥土本身是什麼 你如果打開泥舞 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開心的 例如你會看到石龍子 看到這隻黑康蟬鎚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蛙類 如果你農田都看到很多蛙 你就會很開心 因為甚至今時今日的廣西 都會去把馬拐 即是蛙 當成他的神去拜 原來一塊田你的蛙越多 那塊田的收成越好 為什麼呢 其實中間有幾個過程 因為有青蛙就會有蛇 有蛇就會怎樣 有蛇就會吃到老鼠 而其實人也很怕蛇 但我都跟同學常說 蛇是農夫的朋友多於敵人 為什麼呢 因為人吃的東西 蛇基本上是不吃的 即是有種的糊頭在這裡 中原在地下 我們會吃糊頭 蛇是不會吃糊頭 OK 但反過來 人不吃的東西 其實蛇會吃的 包括了老鼠 所以其實回到田 有青蛙就吸引到有蛇 有蛇來 其實它就會控制到田鼠的數量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種的東西 經常是不會吃的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生態 還有竹節蟲 有一天就是我田 突然會這麼癢 然後就摸了很大的竹節蟲 這隻竹節蟲 如果被某些報紙看到 就說 哇 又很有趣 又有生物 其實這個是在田裡常見 我們去台灣考察的時候都說 其實農田是大自然的一環 我們怎樣令到農田成為 我們向大自然站借回來的地方 我們要很清楚一件事 其實其中一個溫室氣體排放 最高的活動就是農業活動 特別是美國 它用大型的機械 然後噴很多殺蟲藥 其實很污染環境 但是我們要糾正的是 這塊田不是人類單獨享用 農田是我們問大自然借回來的 我們還回這個自然的時候 我們怎樣能夠跟它有一個關係呢 這個就是我們說 一個生態友善的種植方式 就是要學習的東西 這裡我又很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在一塊田裡 不覺得見到朋友或鄰居 我覺得開心大發現 例如我 除除了草 突然間見到一條蛇 然後呢 第一件事不是弄死它 而是拍下照 那次去拍照 旁邊有些人經過 然後我就說 拿著鏟過來 想要刮死它 你不要住 不要住 鏟下流蛇 他說你這群人瘋的 玩蛇 還沒被蛇咬過 第一 你都不知道它有沒有毒 他說肯定是犯鏟頭 那我 你給我一點時間 就算它是犯鏟頭 也有方法 去跟它共處 最後我就把它搬去一個地方 後來就找到 這條蛇不是犯鏟頭 是橫問頓喉蛇 它專門吃那些蛤魚 就是鼻體蟲 有它在那裡 其實你那塊田 就少了很多蛤魚 少了很多蛤魚 那些葉菜 就沒有那麼容易 讓鼻體蟲吃 所以其實有它在那裡 你那塊田很健康 那這條蛇其實很慘 我懷疑它被小鳥吃了之後 它被小鳥弄死了之後 又不吃了它 我看到它在那裡 就死了 在一塊田裡 幫它挖了個洞 扔了過去 然後摔過去 我說死了 你死了 不過化在春泥 那麼糊花 我之後在它上面 就種蜀蜜 那顆蜀蜜很大 我也有記住它 真的有記住它 不要笑它 你現在在吃那些台灣 很好吃的愛聞 曼天知道哪裡種出來的 是的 是在台灣 那些台南 那些先人的墓地 下面那裡 其實是一塊牆 那些台灣的果龍 其實它一開始 是愛聞芒不成功 直到後來 它在那個地方 種得很成功 那這條呢 我以為是幽隱 一撥開一來 看到 然後它是藍色 那它當然又不同顏色 那之後呢 我就又看著它 其實這條呢 是歐蜒蛇 香港其中一個品種 是香港歐蜒蛇 獨有 所以它有三條蛇 其中很多 我又見過 繁鏟頭也有的 但大家其實不用怕 因為很多蛇 水律也有 很多蛇呢 我們是暴雨類動物 我們天生地是怕爬蟲類 但其實我們穿水鞋 走大寶一點的話 你告訴它 我來 那你站著 它們多數都會走的 即是沒有人叫你 那裡有那麼多草 你自己跳進去 對不對 這個呢 我又見到很開心 因為 我見到它 很少見到昆蟲 但我特意拍下它 原來呢 我們在 Spitean不同的地方 都做了水坑 這一樣 英文叫做Mayfly 那就是五月的時候 就會飛的 這個就是浮油 原來我們在那個田邊 有很多流動的水 就令到浮油有一個很好的生境 那令到快田呢 五月在青瓜的葉底 一見到它 嘩 什麼讀文學 讀詩經 讀得多 什麼人如浮油 然後招心冒死 真的見到它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是 就是和法師傅之憂情 什麼 和歷史串連 那麼 我去日本和同學 在這個大地藝術制 都強調這一樣東西的 人呢 只是整個身體系統 一個很少的部分 而呢就是那碗飯 其實人只需要吃一碗飯 但是你種了飯的時候 你那塊田 你那塊的稻田 你是養育著很多不同的生物的 你有草地 你就會有這個 就是草蠻 有草蠻 有蜘蛛 然後有蛇 有飛琴 我今早下田 就看到有蜘蛛 我第一次有 其實每一次 我下到一塊田 我看到一種新的鄰居的時候 我覺得 嗯 就是我們一路種東西 我們自己種東西吃的種類越來越多 種的產量越來越多 但是與此同時 你會看到一塊田的鄰居也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只顧著我吃到的產量越來越多 菜心我本來是10斤 我現在種100斤 但是我們的鄰居越來越少 這個不是共生 但是如果我們說大地與我 或者是鄉土與我 Helen改一個文章 The land of plenty 我們相信 土地是一個很豐盛的載體 在我們吃東西的產量 或者種類越來越多的時候 越來越多的朋友 都應該在你那塊田裡 找到一個寄生廁所 那 好了 我們除了吃大地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都要給大地 我們會做堆肥 我們做的堆肥 你看到田邊有很多草 那些打造車 那些姐姐經常打草 我們有時候就不用打賴 我們會幫它割 因為我們利用乾草 然後我們會去街市收廚餘 我們最高峰期 試過一個月處理到一噸廚餘 那噸廚餘就在屯門少林苑那裡 有一個龍蚊行動 它收回一個地方去 我們就會落西來龍蚊 我們就跟學生一起做堆肥 做堆肥呢 這裡不詳細說 總之在某個份量比例之下 三個月之後就會有很好的養分 我們的原則簡單來說 不會用任何的農藥 也不會買任何的肥料 即使有機肥料都不會買 因為我們相信 其實城市有很多多餘的東西 我們只要有一些適當的投入 它可以轉化成為土地的養分 那些學生 他們有很多收成 我們每年都會在學校 舉辦一個分享的活動 即是跟同學說 你們只有十多人可以落田 他們來了都兩年多三年了 不過你們種出來的東西 應該要給同學和老師都要知道 即是他們就會在學校舉行不同的分享會 他們的農作物除了分享到學校 我們社區 例如垃圾站的姐姐 我們都會分享 因為其實它幫我們留了很多資源 其實垃圾站是資源再分發中心 即是我們快田 我們有時候拿些東西出去給姐姐 那姐姐呢 例如看到那邊扔了手推車 又拿給我們 有人扔花盆又拿給我們 然後有些人扔了一個床頭 那姐姐真的很好 她會看到 因為我們太多這些物質的東西 即是我們很容易扔東西 那姐姐見到油的話就給我們 那我們也都反過來 就是一有農作物一多 我們也都會給姐姐 那希望用這個方法 建立社區關係 那除了很辛苦地種 那也都有一個 就是對大自然那種的讚賓 那因為我們覺得同學到來 不是很辛苦的去做 那一殺魚 那其實我也想她知道 是自然十趣的 很簡單 我們試過種一種的道米 那大約這裡有三百呎度 一塊水田 那我們種 前年十月 我們種黃 就是種一米的那種谷種 那種到回來 我們就收到有七公斤 七公斤米 都OK的 三百呎度 勉勉強一勉 那其實很簡單 踩下去 就是我們脫了一雙鞋 直接踩下去泥土裡面 那種的感動 是很簡單 但是就很直接 我08年跟過朱凱迪去菜園村 其實那一天給我深的感受就是 每一次做這個動作 就好像雙腳成為了池帶 我們跟地球這個媽媽 再一次連結一樣 我們真的見過很多同學都是這樣 有些幼稚園的同學來 我其實很擔心 你知道幼稚園的爸爸媽媽 很難照顧他們 就是幼稚園的學生很難照顧他們 所以我就叫他們穿好水鞋 不要亂來 怕踩傷 那天那些幼稚園的同學 就踩下去 捉住了一雙水鞋 一拔掉一雙腳 那雙水鞋進去 然後就拔了一雙水鞋 很麻煩 然後呢 有一個幼稚園的爸爸就說 落填了那雙水鞋 脫掉了 我心立刻笑出來 這個家長叫啊 有什麼事 很麻煩 然後整班幼稚園的學生 就在下面 但是其實這個就是最簡單 最開心的感動 就是我會覺得 有時候同學他需要的東西 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經常 假設學生是很難滿足 例如我們學肺田 有些雜草的碼英丹 我想有近一年多 就像我這些都會玩過 把碼英丹的花 穿著穿著 就會穿著手 玩著頸鍵 我就穿了一半 我穿了十分鐘 我就沒有興趣 甚至那一班學生 穿了四五個字 那些老師就說 我沒見過他這麼專心 然後他心想 因為你被帶他去落田 其實這些學生 我們經常都不斷地說 你要專心 你要專心 但是我們沒有想過 是我們創造了一個 我不專心的環境給他 又或者反過來 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或者我們的生活環境裏面 我們有些東西 就會吸引我們 一直繼續專注 例如這個同學 你會教他用一些券 那些藥紫荊 這裡這一棵 應該是黃金菜來的 那這個應該是火炭無草 那我教他就托人 那自己帶回淘寶寧 那那些學生就說 四五個字 六七個字 那他們做完之後就很開心 他說其中就是做了一些瘦筋 今次去日本交流 我說香港有特色的東西 他經常說 我們要做瘦筋 然後瘦筋了一堆瘦筋 去日本 是日本朋友都送瘦筋 然後我又跟我說 在日本的文化裏面 做瘦筋才送瘦筋 對不起 不過算了 見一次都不會再見 OK 那後來我就再 剩下幾天就說 你不要再說自己送瘦筋了 你要當這塊是最小的窗戶 就可以了 那見到同學我自己最開心 除了是一些外在成果 這個是今年最新修的 那就是一個很重很重的冬瓜 你看到這張椅子很沉默 有我的心這麼大 除了一些外在成果 其實過去兩年半以來 無論是產量 種植的種類 甚至乎我們在農田的設計 其實都正在準備 是我和同學一起準備 因為我覺得同學在一起學習 因為一塊田很獨特 我們在這塊田做到的東西 搬到第二塊田我們做不到 因為種植這件事很處境 不代表我們整個抽空了 就做得到 但是我自己最開心 是叫同學那個內在成果 他們內心的轉化 那轉化了些什麼呢 那這次呢 2018年去大地藝術祭就見到了 那這班就是有二十幾個同學 一起過去 那 無讀有偶 我們其中一個活動 就去了田島貞三先生的他本屋 那他就叫做青蛙 我們見了很多 同學都懂得做 那之後呢 田島貞三說 為什麼要我們做青蛙呢 他掛在一條蛇的肚子裡 那讓那些人呢 不要再那麼怕蛇 因為每一個人去這個博物館那裡 都要經過一條用竹座的蛇的肚子裡 那所以如果今年有機會 9月17號櫃幕 你真的什麼都會搞 快點報名吧 悶了 對不起 悶了 那去這裏呢 見到我們的作品 就是會 那同學 這個大地藝術我呢 有薯蛋人 聖蛙的福群會 一班師傅仔做的薯蛋人 那之後有一些學生 我們和那些香港的農夫 一起在日本那裏落田 都不錯啊 同學都挺得心應手 那些同學種田 為什麼這麼小時間落田 可不可以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然後也去日本那裏 做協生農法 他們幫忙種樹 當地的農場 就預備了很多自己種出來的食物 有很多和食給大家吃 還特地請大家吃土 但是吃完土之後 重點就是 他就問那些學生 你這棵樹苗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是你吃完的土粒物理 所以你吃完土之後 就全部同學 就要幫忙再配料 這是一個很完整的過程 你吃完東西 你都用物理 再配料 接著你再種 其中一個概念就是 是希望將那個協生農場的農地 變成一個Food Forest 一個食物森林 就是很多土樹 很多蘋果樹 你走出去就已經可以摘了 是 也跟當地的一些長者去學做米餅 這個叫做湯波 日文叫做 做一些米餅 其實香港我們也有給同學做過香港的茶果 所以他們會有一種比較 由香港的茶果去到日本的米餅 其實都很相似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住了15天就在這間三省小學 我恨到不得了 因為我曾經在香港也做過一些村校活化的事 不過當然不成功 但是在日本 在日本月後七入這個地方 就有這間三省小學 1988年就停辦 這個婆婆就是當時的畢業生 她叫湯舊婆婆 她就用盡很多方法 希望她將校舍保留到 後來是成功了 從1990年開始 有東京的年輕人借校舍去住宿 去到2006年 正直成為一個住宿場的三省小學 婆婆一直在煮飯給大家吃 這個我特意拍她 就在廚房裏面 她71歲了 但是大將軍 每一天上午早餐 晚餐她都預備了 這個就是飯堂 其中有香港中後生 這班就是日本、台灣、內地的義工 我為什麼想說 就是吃這東西真的很特別 我們吃從袋那裡自己種的米 這裡有很多菜是葉物 因為那裡有半年即算 他們葉菜是很厲害的 因為種不到食物的時候 你們要靠之前醃定的東西 想不到吃一下吃一下 你真的會有感情 還要聽婆婆的故事 她告訴我們 這個廚房以前是音樂室 她以前偷偷地來彈琴 外面的走廊被人罰棄的時候 擔著桶水 然後看到鼻涕蟲 就一群女生一起脫褲 然後看看哪一個可以射得準 因為那些尿裡面有阿蒙尼亞 那些鼻涕蟲 那些鼻涕蟲一碰到那些尿 他們小時候的悶 但聽到聽到覺得很開心 整間三省校舍有了那種難體感 那要走的話 他們很捨不得婆婆 我們將其中一首大武山之歌 就是之前在海後山村人寫的大武山之歌 改了做松之山之歌 不過我想沒有時間播了 算了 我們遲了 算了 最後有時間 有些文化衝擊的 我們好像在日本什麼都美好 但其實有些東西都不是的 例如香港的農夫去到日本 是用了一個叫自然農發 也都是說不用農藥不用化肥 但其實日本即使在鄉郊地方 因為他們的農農人口已經80多歲 他們農夫的平均年齡 如果他們不用農藥不用化肥 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大的田 所以香港農夫去到不用化肥不用農藥 變成了米又黃又瘦 然後又多雜草 那些日本人覺得不開心 覺得你們香港人在這裡搞壞了地境 這裡我不分享態度 等香港的農夫再說 但是我們帶著這個提問 快要回香港 就和那些年輕人去了成田機場 旁邊的一個叫自給農場 成田機場有個歷史背景 就是60年代要興建的時候 是遷延著一個農業地區 那個農業地區是有人種田的 就好像香港馬史報或者橫州 但是他要剷別人的田 當時那些三里寵 那些農民就反抗 比如寫了很多東西在那裡 然後要守護鄉土 我看到鄉土這個字就馬上扔下來了 但是最後一個失敗 死一個人的 在六七十年代 在這個三里寵的保育運動的時候 但是就成田機場都起床 去到今時一日 其實還有一些農民被放棄 圍著那個機場繼續去做事 其中一位就是這個自給農場的農夫 那現在成田機場要建第三條跑道 那有些人不夠用 就是要把這個自給農場都拆了 那這群農夫呢 他們當時就覺得怎麼算好呢 他們就來了 有人就說 不如你來香港吧 香港近來都面對這個都市發展 以及農地保育問題 那他們就來香港 就去到建國生活館 賣到保育 看完之後就發覺 我們除了可以躲起來 即是不斷在這裡種植物 或者做抗爭之外 都可以將一塊田變成一個社區農場 希望多些東京的人認同 這個農… 就是千葉縣這些農地的重要性 不僅僅是起機場 那所以他們呢 就從16年開始 成立了一個自給農場 我們都去了 我們吃的所有東西 例如南瓜 豬肉 豬肉不是種出來 但是他們自己養著 然後他們的野菜 這些竹 這些麵 全部都是種出來的 他們種開放給東京的人 所以有些東京的農夫 就… 希望透過這個自給的運動 令更多人明白 那些農地的重要性 那… 沒有了 回到香港 第一件事都是同一學生 落花田 因為已經… 整個月我在香港 已經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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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呢 其中一件事生得很漂亮 今天都預備了給大家 今早收的 那待會 Early會和大家講的 再拿一張 那… 那這次 有這麼… 這兩年半的 這麼奇妙的經驗 都是多謝 那麼多位組織 那… 那這裡不再詳細講了 好 這樣啊 好 這是… 每天都要去… … … …